借着新剧杀青的东风,杨阳这段时间又活了一把,出道13年以来,杨阳的人气虽然有所波动,但她一直站在娱乐圈的巅峰。 和那些昙花一线的流量明星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她出手的剧每部都是爆款。 众所周知,杨阳在出道以来就被观众贴上高颜值的标签,看过她的作品的人无不沉迷于她的盛世美颜,反而容易忽略掉她的努力。 其实杨阳的演技也是圈子中公认的实力派,杨阳凭借着《新红楼梦》中贾宝玉一决成功出圈,随后她在《旋风少女》中的表现让她成为无数少女心中的朱砂志,从此她的心土一片坦荡。 很多人认为杨阳的成功是因为她的演,但谈起盗墓笔记,你第一个反应的是不是杨阳饰演的张启玲呢? 她曾获得最具全媒体影响力演员和年度最受关注演员的称号,而娱乐圈中有言的帅哥美女不少,但为何其他人没能获得这份殊荣? 25岁那年杨阳迎来了她事业的黄金旗,几部作品都成为史下爆款,是全网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她在《微微一笑很倾城》中饰演的萧奈,是不少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而她与迪勒巴共同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你是我的荣耀》,不仅让航天员走进大众视野,也让她成为广大少女心中的最佳男友。 这次杨阳的行作再次来袭,你们还会继续支持她吗? 这部剧就是杨阳和王楚然主演的都市爱情剧《我的人间烟火》,改编自九月系所著小说《一座城在等你》,改剧讲述消防员和集成科医生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 两位主角的感情从少年男女的一见钟情,再到成年男女的生死相随,期间经历了许多困难与阻碍,但男主凭着一颗赤子之心感动了女主。 后来两人长大,一人成了受人尊敬的消防队队长,一人成了优秀独立的外科医生,两人在相遇后产生一系列的火花。 一开始可能不了解的网友会以为这是部偶像剧,但其实不是的。 都市剧和偶像剧最大的不同是,都市剧需要一点点抠角色、工作和生活的细节,而偶像剧可以省略到剧谈情说爱。 男主工作开会的话可以全部省略,女主工作的场景可以只截个两秒,其他时间都在谈恋爱。 然后,男主朋友和女主朋友之间因为他们谈恋爱展开的故事,现在不宣传题材感觉很多观众会被营销号误导。 杨阳的新剧是都市剧现实主义题材,是以消防员为题材来拍摄的,十分值得期待。 可能是听到了大家心中的期待,杨阳这部新剧的场景路透突来袭,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一跳。 杨阳新剧这些着火救援救灾现场戏份,原来都是实景拍摄啊。 看了路透感觉剧组真的是大手笔,光是看剧透我就已经在紧张了,每一个场景都好真实,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火呀。 这个场景搭建也太用心了吧,悬崖的戏份也是真的在悬崖,演戏都能这么惊心动魄,可想而知实际场景,我们的消防员是有多危险,很惊险刺激的场面。 难怪网友们看到了之后纷纷表示期待杨阳饰演的颂艳呢,看了路透之后感觉杨阳真的好拼,但话说回来了,杨阳的戏哪次不拼,极先锋时能直接跳楼,特战荣耀时连环爆破,长着最漂亮的脸却带着最耐苦耐操的性子,还有一颗硬汉的内心,吃苦耐劳拼到极致,杨阳一直都是。 提到杨阳,大家都会对她的颜值赞不绝口,除了有一张帅气的颜值之外,杨阳每部戏都会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接下来,大家就和小编一起前去了解一下她吧。 一生热爱戎装的杨阳,在2003年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和上海舞蹈学院,两者之间,她最终选择了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舞蹈系就读,然而这一选择也许正是为她日后出演军人,大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校期间,杨阳的梦想只是做一名站在舞台上的舞蹈演员,正是因为她心中这个梦想,先后代表过学校参加众多的国内外比赛,同时也独舞了蒲公英。 这一系列的舞蹈比赛也为杨阳的生涯化上必要的一笔色彩,扎实的舞蹈基础也为她日后的演出奠定了契机。 2007年春节将近的时候,导演李绍红版的《红楼梦》剧组来到了解放军舞蹈学院,挑选15名候选演员。 而是一出有因的杨阳单独地参加了集体培训。 两个月后,杨阳扮演了贾宝玉,开始踏上影视圈,走入大众的视野中。 三年后,杨阳获得了BQ红人榜的BQ推荐度新人奖。 2011年,杨阳再次突破首次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建党伟业》。 在电影中,杨阳出演的角色正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凭借着她自己的能力,成功地饰演了这一角色,拓宽了自己的戏路。 不久后,电影《佐尔》再次将杨阳放在了音频之上。 剧中的人物许哥,因为性格跨度过大,饰演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而杨阳却将这一主角成功地演出,赢得了口碑以及票房的双赢。 也正是在2015年,随着佐尔的演出,杨阳并未退出音频之中,而是一电视剧《盗墓笔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杨阳扮演的张启玲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然而,因为《盗墓笔记》的小说盛行在国内的市场,部分观众都会先入为主地带入自己的感受。 这也侧面的导致杨阳饰演的张启玲很难收获到百分之百的好评。 但杨阳的演艺实力依旧获得了一大批张启玲的粉丝。 同年,杨阳饰演的《旋风少女》成为了励志剧中的翘楚,取得了全国同时段电视剧的首饰冠军。 2016年,杨阳登上了央视的舞台,与同铁心两人演唱了歌曲《父子》。 同年,杨阳第一次出演的偶像剧《微微一笑狠心诚》,在林玉芬指导的带领下,杨阳饰演的主角萧奈,凭借着笑草级的大神帅哥的设定, 在与女神被微微的相知相识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众粉丝,因此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品之盛典年度人气巨星。 而由她出演的爱情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快速地收获了8.14亿票房的成绩。 2017年,杨阳此时已经26岁,在演艺事业的一路上,杨阳已经收获了众多奖项,长期存留在大众的音频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杨阳的首部古装玄幻剧。 在这一年出现在大众面前,其后在2018年,杨阳再次饰演玄幻剧《舞动乾坤之英雄初少年》。 对于古装玄幻剧,在大众的观念中似乎总是很难扮演,很难出现能够让大众买单的玄幻剧。 《舞动乾坤之英雄初少年》一经上映,评论豪坏,各战千秋,众口难调啊。 杨阳出演的灵动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她的演员生涯中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这并未打破杨阳的口碑,她的演技依旧值得相信。 在2018年,杨阳第二次出现在央视的舞台上演出了歌曲《我的春晚,我的年》。 此后第一年里,也就是2019年,杨阳开始挑战热血的励志剧《全职高手》。 一位可以被誉为教科籍的网游大神君莫笑,因为不愿意出演商业广告,阻碍了俱乐部的资本收入,而被无情的资本抛弃。 然而,这一切才只是开始。 杨阳饰演的夜休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蜕变。 一人带着自己的队友再次踏上了电竞的舞台,在不断地努力后,星星战队夺得了冠军。 可现在,大部分的动漫翻拍剧都不会被动漫迷看好。 然而,杨阳饰演的《全职高手》却成为了一个例外,收获了大多数动漫迷的好感。 在2019年热播剧《全职高手》播出后,紧接着,杨阳在2020年出现在了《成龙大哥》的身旁,两人首次合作了《极先锋》。 可以说,这一次是杨阳从古装剧《现代网络小说》改编剧进攻到热血的国际反恐剧了。 在这一部集尖锋的一幕里,杨阳直接从高处的楼层上一跃而下,勇猛热血的形象呈现在众人的音频上,也算是一次真正的改变了。 说到军事题材的影视,杨阳饰演的军人形象,在2022年4月5日的《特战荣耀》得到了真正的诠释。 本以为是一部大众认为的高开低走的军事题材影视,结果在杨阳的饰演下,《特战荣耀》成为了一部高开高走越战越勇,越看越想看的热播剧。 艺人饰演的烟破月从性格上的改变逐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军人的过程中,杨阳的演技可以说是全程在线。 《特战荣耀》热播的21天后就获得了16亿的播放量,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结果。 杨阳饰演的《特战荣耀》也从侧面说明了军旅剧仍旧还受大众的热爱,而不是某些偶像明星转型的垫脚石。 在31年的时光里,杨阳从一个新生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演员。 在15年的演艺时间中,杨阳从贾宝玉走到了烟破月。 这一路走来,杨阳经历了选择,经历了磨练,经历了转型,最后成为了一个大众认可的演员,一个成功的演员,最后期待她的新剧大获成功。